歡迎收看機動暫時鋼的Online 我是尼亞斯 今天是2017年10月31號星期二下午4點半 然後官方已經維修過後了 其實我私底下有拿到這一週大家講討論度很高的強洗腦煞 沒錯 然後我也有使用了一陣子 是真的蠻強的 對那他不到一週就下修了 剛好因為那時候我剛從日本回來趕著要拍 剛到Online的影片我怕來不及 所以我是提前幾天拍 所以沒有在這隻強洗腦煞出的當下拍 是在他前面拍了 所以就沒有拍到這台機體 那如果你們想看這台機體下修之前那種OP的強度的話 歡迎按右上角的播放清單 找一下我這部影片的前一部影片 我有拍出來 突家呢 你一個基地只要30秒左右 你就可以用強洗腦煞 不補子彈 就可以偷掉一整個基地了 沒錯非常的強 那下修之後呢 我剛剛有稍微測試一遍 基本上我是覺得他的定位 原本是偷家跟KD萬用型 防守也可以 就是很多的方式都可以用他 他非常的強 全方位的機體 那下修之後呢 基本上我剛剛測試了一下 我把全部彈甲全部打完呢 基地還會剩下大概5%的血量 算是下修有下修的算是不錯了 但是就是說 呃他從一個萬用型機體變成說一個KD的機體啦 對 所以他現在只能用來KD 偷家基本上 除非要很長的一段時間 那個 啊沒有沒有 欸 等一下 我這一週沒有拿到 任何的 欸 等一下喔 為什麼我社交這邊一直亮啊 收發郵件啊 可是我沒有看到任何的郵件啊 郵件在哪裡 這張嗎 不對啊 這張 這個有啦 欸 是bug嗎 好 不管他 我這一週沒有拿到 這一台機 欸可以啊 有啊 可是我沒有看到信欸 就是後級強襲我有拿到那個 那個東西啦 那 有觀眾有玩家在討論說 強襲腦煞下修之後 又是生自己的天下了 沒錯 又是生自己的天下了 讓你們看看 無刻的 玩家生自己的怒吼 好啦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 喔對對對還沒開始之前 我要跟大家講一下就是 本週更新了什麼機體喔 本週呢更新了 林格斯 雅克托 德卡 奎斯基跟 努貝爾 吉姆3 林格斯我個人是看不太出 他的點在哪裡啊 還有這兩台我是 研究不出來 但是這一台吉姆3呢 我個人覺得有一個比較 特別的點跟大家提一下好了 這台機體呢 他有網槍 沒錯 他有網彈 我第一次看到有超過 就是 好像是320 cost的嗎 之前那個 一般的吉姆好像是300 cost的嗎 等於說 我們現在可以開吉姆 在宇宙中用 網槍了 之前我們開吉姆 那個是地面型的 在宇宙中 速度非常的慢 沒有關係 我們現在有 地面跟宇宙都可以使用網槍的吉姆了 320個 cost 算是還可以啦 那 他其他的武裝目前看起來沒什麼特別的 光速步槍的威力算是蠻高的我覺得啦 然後掃射式的小型導彈艙目前不知道有什麼用 到時候再研究 如果有拿到的話 好 那我看一下 超牛只有6張不夠 每日牛蛋抽一下好了 然後 白金5張抽一下 然後我有拿到那個秋貝雷啦 可是 我對於秋貝雷運用沒有很強 所以 就不開發出來了啦 對啊 又是飛行試驗型果服 我已經抽到一堆的飛骨了 不會把原來的那個貝崗 不是貝崗 原來那個 加州給改回原版的樣子啊 我就可以狂用飛骨去空河了 好啦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遊戲吧 Let's go 好了我們 下修 強吸腦煞之後呢 抽到的地圖就是大沙漠遺跡 右方 算是不錯了 然後 我帶了三台運河機 一台強吸腦煞 沒錯 強吸腦煞是用來KD啦 那其他三台就是 通通用來運河的 強吸腦煞出現之後呢 其實運河就變得比較困難了 但是因為他現在的機槍下修了 我再來試一遍 因為這禮拜其實基本上我很少運河 我只運到一顆 那就是紙盒爆到一顆 然後 我大概合了 運河運了大概五次左右吧 這禮拜 那 只有成功一顆 然後其他我就不運了 因為強吸腦煞那個手合的 程度太 噁心了 呵呵呵 所以我就沒有運河了 我就都在KD拿強吸腦煞KD這樣 那 既然他已經 呃下修了嘛 那我們就來繼續來運河吧 希望對面不要太強 呵呵 OK啦 總之就是這樣 好 那 我們等一下呢 我想一下喔 我先去二好了 先去二守一下 或者是先 歪中間守一下 因為 通常會塗一波嘛 這邊也有可能會塗啦 我先去下邊 不是啦 下邊 下路啦 為什麼今天講話怪怪的 一定是因為強吸腦煞下修了 所以太難過了 沒有啦 其實對我來說 強吸腦煞下不下修 對我來說還好 沒什麼 我沒什麼意見啦 其實 對啊 至少我覺得啦 我覺得強吸腦煞出現 至少比 那個什麼 呃 那個 全裝甲NK系列的機體好太多了 因為畢竟他人手都可以拿到啦 對 所以是等於說是有機會的 我還 一堆強吸腦煞 有了有了 裝子彈裝子彈 強吸腦煞還算不錯用 現在啦 下修之後 OK 哇哇喔 有了有了 死了 所以 只有73 唷第一名欸 強吸腦煞下修之後還是不錯用的 我想一下 呃 目前我們沒有一點嘛 可是 我想一下我應該要怎麼運比較好 我先用 GP01好了 可是現在的箱子 收箱 現在的箱子不太夠 等一下我先 鎖敵一下 哇兩顆雷達捏 我的媽呀 兩顆雷達也太多了吧 然後收箱的人數好像不太夠啊 等一下 我需要一點 米粒的 米粒的那個 等一下我先出盒 然後 我需要米粒 中間看似都沒有人 我只要把那個雷達蓋掉中間是有機會的 如果要從中間盒的話 是有機會的 米粒啊米粒只要100點齁 那我這樣子好了 OK 來吧 我們來試試看 上面有人 等一下 等一下喔 可不可以把上面的人清掉啊 欸一堆人進來是怎樣 底下有人嗎 底下看似沒有人 直接衝進去了啊 直接衝進去了啊 OK 衝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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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啊 有了有了 欸欸不是吧 可惡 失敗了 差一點點說 剛剛放下去就贏了 不是贏了 就合到了這樣 哇這樣子他們 上路1沒有收到2也掉了 我的天啊 不是吧 GGGG 我想一下 目前米粒還在嘛 我再看一下 雷達是不是還在 雷達還在 這要怎麼運啊 我的天啊 這這 這有點難耶 嗯 中間明明沒有雷達 可是剛剛被發現 而且我把雷達米粒掉了 應該是有人剛好回頭 可是我現在 這個手 手的有點 有點慘喔 這中間就直接讓人家 就這樣大啦啦的就進來了 看一下我該怎麼辦 這顆雷達不清掉 我是不可能走這邊的 中間呢我也不確定 到底有沒有多少人這樣 啊有人要進去那個洞穴裡面了 我們直接一次的衝過去好了 如果有人要清雷達的話 就靠他清雷達了 有人要清雷達嗎 有的話最好快一點喔 不然等他們再補雷達就GG囉 好像沒有 我們靠這三隻清雷達了 這雷達清掉加這個雷達清掉就可以過去了 這人有要去清雷達喔沒有他被殺死了 哇 完全出不去呢 我們只能再等一次米粒了嗎 唉 唉這個人直接路過不清雷達欸 哇 A的不 水手清雷達嗎 媽 太GG啦 好吧 再米一次 那邊有人 上面好像也有人 這過得去嗎我看一下 都有人欸 根本衝不出去啊 我的老天鵝啊 這人好像也在攻 被攻擊中 衝不出去喔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GG 怎麼辦 欸等一下 那顆雷達好像消失了 走這裡好了 他要清雷達了 他要清雷達了 快快快快快快 外面有兩隻喔強襲腦煞 太有了 先跑先跑先跑 太多隻了太多隻了 天啊 結局地 沒有米粒了 直接衝了 不管他了 不管他了x3 不管他啦喔好多隻 進去好了 喔喔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喔 趕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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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根本衝不出去啊 哎呦 有一點了 有一點了 啊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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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很好 有一點就可以了 來吧 有一點就可以了 很好 欸 等一下 太久沒有運河生疏了嗎 有了 OK 好 加油 撐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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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囉 來囉 幫我吸引好炮火 拜託了隊友 隊友們靠你了 靠你們了 吸引好炮火 吸引好炮火 拜託了 拜託了 撐過去 撐過去 拜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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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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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不 剛剛那個瞬間啊 隊友馬上後退 我不知道為什麼 剛剛 原本啊 隊友已經擠到這邊了 你看現在又回去了 太慘了吧 算了 我要衝進去了 受夠了 太慘了 喔喔喔喔 會痛會痛會痛 再一次吧 我不知道 唉 試試看好了 我不知道從中間推不推的過程 但是只能試試看囉 我希望他們繼續推進 如果他們不推進我是推不過去的 合不到的 要被押回去了 完蛋了 我看一下 有雷達耶 算他們這個樣子我們根本 我們根本過不去啊 根本不用合啦 知道他們這個樣子的話 快過去快過去快過去 不行過不去啊 可不可以不要再退了 可不可以不要再退了 一直狂退狂退的 合過去的時候人就瞬間退了 是怎樣 合開路就對了 真的有夠瞎 真的有夠瞎 喔超痛的 上路推不過去下路 防守不住 啊 啊 這場只要能合到就可以扳回一層 就靠他們上路了 下路守好上路如果可以推到敵人家裡的話就有機會這樣 嘖 嘖 增援願 可以在下方而且是靠牆的下方 所以他們就會專注於下方 下方的話我這樣就可以合過去了 不過我還是 鎖底一下 雷達在底下 好很好 來吧來吧 我需要偏牆壁 那邊有一台腦煞 好嗎 不行被鎖定了 不行不行不行 不行不行 他們這樣子 有了有了隊友在幫推了 可是現在還來不及 等一下等一下 我馬上上去 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等我一下等我一下 給我個時間給我個時間 往中間飛 再一次再一次 有雷達有雷達 不行有雷達 不行有雷達 放棄放棄我要放棄了 我想放棄了 我真的想放棄了 哈哈哈哈 呃 這一場太慘了吧 欸我連 我連在我家都會被打到 打下來 太慘了 唉 要被打進來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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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鎖定一下 喔有一顆盒 有一顆盒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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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要怎麼 怎麼過去啊 我先出盒再說了啦 上路也不行 下路也不行 欸中間那顆雷達 隊友要清掉了對不對 可以喔 或許可以喔 就靠這一次了 拜託了 就靠這一次了 拜託了拜託了拜託了 我先出盒 我先出盒 應該有應該有 有嗎有嗎 欸插邊嗎插邊嗎 有有有有 有核道有核道有核道 有核道有核道有核道 下一顆要 一分多鐘 我先上路用好 守好好了 這邊有一隻腦煞 打不打得到啊 鎖不到 算了 下路能夠 看到兒 顫押忍 還有16秒 我先鎖一下中間 中間看似真的是沒有雷達啦 中間如果能合到的話 算是不錯了 因為他中間不放雷達 可是中間有一堆人 所以 要合到要看運氣啊 啊 不要 我辛苦 我辛苦合了 結果 人家輕輕鬆鬆就合到了 唉 難過 充了 算了 炸一下好了 上路也不行了 快回家快回家快回家 不要被發現 被發現了 被發現了 哇 GG 唉 輸了輸了輸了 這場太慘了 太慘了 辛苦了 這場很奇怪的就是說 我 每一次 要 就是 合的時候 也不是每一次啦 大概有一兩次啦 不是很多啦 就是有一些是我自己沒有看到那個雷達啊 想說 去拼一下運氣去衝的 那有一兩次大概是那種很奇怪的局勢就是說 明明上路啊 我們 我軍隊友 一點 搶到然後已經衝到敵人家 已經門前了喔 然後當我空盒靠牆 運過去的時候 等我要到 要降落的位置的時候 隊友突然的就消失 是死掉還是退了我不知道 是死掉還是往後退我不知道 但是就是突然消失了 瞬間就是說 雷達 可以照得到我嗎 一般來講 如果敵人 你們看到一堆敵人已經 圍在你們家門前了 你們應該是 一直在顧地面上 而不是空中吧 通常都是這個樣子 所以會有很大的機率可以合到 可是 當你說隊友突然退了 然後 雷達中 看到一顆 核彈的話 你通常就是往下往上看 上下都會看這樣 難度就會比較高這樣 對阿 可惜了 如果再核到一顆左右 就可以反敗為勝了 嘖 真的太難了啦 這個戰線太後面了 呵 之前啦 其實 呃 我順便分享一些事情好了 之前有觀眾 或者是一些玩家跟我說 一直跟我推薦說 安妮亞斯你可以去玩玩看日服 沒有那麼多的魔改機阿 沒有那麼多的什麼 亂七八糟的東西阿 就是 而且玩家的觀念是還不錯的這樣 其實說真的啦 我有考慮過去日服 可是我考慮的原因 並不是因為魔改機啦 其實主要是 玩家的觀念問題 第一點 你會發現三地服 其實這不是台服 很多觀眾以為這個 伺服器是台灣專屬的伺服器 沒有 這伺服器你可以遇到香港人 澳門人跟台灣人對 所以 三個地區的人 所以是三地服 那其實三地服有一種很奇怪的想法 就是說 都會有那種沒有運過河 或者是很少運河的 他會跟你說 河不到 你就不要河 然後你跟他講說 又不是說 每次拿河就百分之百喝到 他會跟你像說 什麼 呃 沒有當過總統 就不能嘴總統嗎 重點是你要嘴的是正確的東西阿 如果你嘴的東西是有道理的 那當然OK嗎 如果你 你今天就只是說 我覺得這個總統做得很爛 可是你又說不出他做哪裡爛 哪裡爛哪裡爛 你說不出來 你就是說他爛 這個不就是一個屁孩的講話方式嗎 你就是一直說他爛 爛就是爛 他就是做不好 呃 他這個東西就是做不好 怎麼樣怎麼樣 無言 無言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說 三地服一直有這種奇怪的心態 有一些玩家啦 然後再來就是說戰線的部分 就是很喜歡打伸縮炮 就是說打一打 然後退到那個牆壁後面 然後補個子彈 修理一下機體 然後再繼續打 也不推進 也不偷家 你如果說有推進戰線 那還好 因為不可能每一個人做很多事情嗎 又偷家又修理機體 又怎麼樣怎麼樣 不可能嘛 那有一些人就負責推戰線嘛 沒有辦法偷家嘛 那就推戰線就好了 或維持戰線 而不是一直打伸縮炮 然後敵人一衝過來點的時候 你就馬上退這樣 這太誇張了 對啊 三地服一直有這樣的狀況 我唯一想要退三地服的原因 就只因為這樣子而已 沒有因為魔改的關係 因為老實跟大家講啦 其實 之前的 升技啊 迪奧啊 還有格鬥Z技啊 全裝甲Z技啊 什麼一些魔改機出來的時候 每一次出魔改機 一定都有玩家會罵說 欸怎麼又那麼爛怎麼又那麼爛 其實說真的 是真的有點爛啦 但是 我是覺得還好 也不會爛到一個 不能接受的情況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 像這個強行腦煞來講 其實他下修也是OK啦 不下修 我覺得我也 我也是可以繼續玩下去 主要的一個原因就是 在於說 他人人都有機會獲得 人人都可以抽超級紐帶 就算你抽不到 你在交換所之前也可以換得到 所以基本上 現在也可以換得到啦 只是下修了 所以基本上是還好 你說課長可以課 四台的腦煞 好啦 是不錯啦 至少我覺得 不是不錯啦 是有點誇張啦 但是說 比起之前的NK 全裝甲NK3嗎 還有NK2嗎 我不知道怎麼念 反正就是這兩台機體 是一般人沒有課金拿不到的 我覺得好太多了 因為你課金 你就可以拿到更強的機體 我覺得 反正有點太誇張 尤其是有一次有一個 NK3吧 全裝甲NK3 運河過來 在那個 我忘記 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上路 然後我去守核 如果他是一般機體的話 他的核 我早就守住了 可是重點是他不是一般機體 他只要到定點按左鍵 他是沒有放下的 啟動的時間 他是直接按下 馬上秒放下 對 就是在於那個秒放下 我守不住 所以就輸了 對 所以我覺得說 這是完全一個 連 還手的機會 都沒有的 一個狀態下 我是不喜歡的 但是你說強行腦煞 我是覺得 還可以 對 下修了 我也覺得 還可以接受 畢竟我沒有課金 那我也是 有好機體就玩阿 沒有好機體就玩舊機體阿 對不對 就有得玩就好啦 我不會去想太多啦 對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 想法 我也沒有強迫說 大家一定要 像我這樣子的想法 每個人的想法不一樣 那 你就是說強行腦煞太誇張阿 或者是最近 近期又出了什麼機體太誇張 你想退坑 也是 你自己的決定啦 對 我只是跟你說 如果你拿其他的遊戲 來跟剛剛那樣來比的話 其實我會覺得說好太多啦 當然你如果去拿日本的遊戲來比 當然日本的遊戲真的是 他管理方面是真的比較好 沒錯 這是事實沒有錯 連我自己也坦誠 是真的 但是如果你拿台灣其他代理的線上遊戲 我就舉個例子啦 CSO啦 風之國啦 你自己去看一下 拿他跟剛那樣來比一下啦 你有沒有可能在CSO免費拿到很多很強的機體阿 基本上有點難阿 不是機體阿 槍啦 基本上有點難阿 我也是有課了一些才拿到的 對 之前玩過CSO 現在沒有玩了 不想玩 對 太無聊了這樣 所以就是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 你可以有時候你 雖然很喜歡玩剛那樣來 可是你不太想轉去日服 可是你又對三地服 呃 感到失望 絕望的時候 你回頭去看一下其他台灣有代理的 或者是 呃 華人圈 中文語系 不管你怎麼講阿 中文語系有代理的線上遊戲 你去比較一下 或者是 你拿那個自動戰鬥手遊 那個什麼 抽卡自動戰鬥手遊 之類的 你去比較一下 你心裡就會突然平衡了 我都是這樣比較的啦 對 給大家一個參考這樣 好 那麼這集的影片呢 就暫時到這裡結束啦 那如果你喜歡這個系列 或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個喜歡 或是訂閱 或是分享的注意給你的朋友 所有喜歡看 那如果更多人有看到 我就更多力氣去抓修 按著訂閱 也不要按下下訂閱 幫我按下小鈴鐺 在我們每次上傳影片 或是開直播的時候 就通知你喔 那 另外就是說 如果未來三地服 我是說如果啦 我不是說在詛咒他 如果三地服真的倒了 因為 現在看起來是 真的有那麼一點可能 如果他倒了之後呢 呃 基本上我也不會去拍日服啦 可能會低調的玩啦 可能啦 但是不會拍那個日服 原因在於說其實 跨地區也是有一些法律問題 雖然這法律不太重啦 就有如大概在遊戲中 開外掛的那種程度吧 就是說 官方可能就 頂多把你鎖帳號 他不會去告你什麼 但是其實是有法律問題沒錯 所以 基本上 如果真的倒了 我會很想玩日服啦 對 但是我不會去錄這樣 就是 還請大家見諒這樣 好啦 那我們下一集的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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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